中国最著名的十大古镇 古镇一般只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 供集中居住的建筑群 中国有着很多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 其中有部分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中国有哪些古镇比较出名 本期乐乐为您介绍中国十大古镇 有同里古镇、舟庄古镇、乌镇古镇、南巡古镇 三河古镇、惠山古镇等等 这些古镇各具特色 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新来的看官 如果你对中国古镇感兴趣 记得订阅、点赞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跟着摄像机一起领略这些美丽古镇的风采吧 第十位 昭平黄瑶古镇 黄瑶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发祥于宋朝开保年间 山、水、桥、亭、连、扁等 构成古镇独特的风景 镇内建筑 建筑案九宫八卦镇室布局 属岭南风格建筑 与周围环境形成一体 被称为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艺术殿堂 是天然的山水园林古镇 黄瑶古镇位于广西桂林的黎江下游 距桂林约100多公里 它发祥于宋朝开保年间 972年 距今已有1000多年 古镇总面积为3.6平方公里 为典型的喀斯特熔岩景观 明末清初时黄瑶已是广东 广西湖南三省交界处的商业重镇 古镇内300多间明清宅院 青砖带瓦 飞檐化洞 岭南风格极其浓郁 古街案九宫八卦镇室布局 一条主街延伸出八条弯弯曲曲的街巷 宛如一大迷宫 大街小巷均用青石板铺气而成 像一条起舞的青龙 黄瑶古镇里的门楼 古戏台 古街 古景 民居 宗祠 庙宇 桥 亭 扁等有形建筑遗产 特别是作为整体出现的古镇聚落环境 古镇明清古建筑保存有300多状 面积达1.6万平方米 完整保存八条石板街 全部用青石板砌城 全长10多公里 还有亭台楼阁十多处 四观庙祠二十多座 特色桥梁十一座 迎连匾额上百幅 古镇建筑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其设计建造匠心独运 从建筑学上说也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第九位 花溪青岩古镇 青岩古镇是贵州省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 形成于明洪五年间 历明清两代 迄今六百余年 历史悠久 人文晦翠 文化氛围极为浓郁 因附近多青色岩峰而得名 古为屯田驻兵之地 位于贵阳市南郊 距市区约二十九公里 距花溪南十二公里处 它是贵州四大古镇 青岩 镇远 秉安 隆礼之一 始建于明洪五十年 一千三百七十八年 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 古镇内设计精巧 工艺精湛的明清古建筑交错密布 寺庙 楼阁画动雕梁 飞角重颜相见 悠悠古运被誉为中国最具魅力小镇之一 古镇的建筑衣衫旧实 布局合理 石雕 木雕工艺精湛 蕴含着许多神话传说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令人叹为观止 第八位 西唐古镇 西唐古镇位于中国浙江省嘉兴市南部 是中国江南地区最受欢迎的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也是世界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的获得者 这座千年古镇被一条小河分成两半 每个角落都是一道美景 西唐古镇以其众多的桥 弄合狼棚而闻名 展现出浓郁的江南水乡风情 在这里 您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西唐古镇历史悠久 至今保存完好的25万平方米明清建筑群 仍然保持着江南水乡的独特风貌 这里的民风淳土 处处弥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您可以漫步在古镇的弄堂 小巷中穿过区区折折的小桥 感受到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沉变 除了历史文化 西唐古镇还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这里有清澈见底的小河 绿树成印的公园和广阔的田野 在这里 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和宁静 第七位 镇原古镇 镇原古镇位于中国贵州省 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周镇远县 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小镇 被誉为中国山地贴牙建筑文化博物馆 和历史文化名城 镇原古城旅游景区保存了大量的古建筑 包括楼阁 殿宇 寺庙 祠堂 博物馆等 共有五十多座古建筑 还有三十三座古民宅 十二个古码头 八条古巷道和五条古异道 这些古建筑以青砖带瓦 高峰火墙 飞檐峭角 雕梁画洞等建筑风格为特色 每一块青石板 每一块青砖都承载着历史的痕迹 见证了千年古镇的沧桑变迁 除了丰富的历史建筑 镇原古镇还享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周边山水环绕 风景移泥 有着独特的山地风貌和水香特色 游客可以在古镇中漫步 欣赏古建筑的美丽和独特的山地风情 还可以游览附近的自然景点 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魅力 第六位 惠山古镇 惠山古镇景区位于中国江苏省无锡市 是一个拥有丰富文物古迹和自然风景的旅游景区 它由原西会公园 西会名胜区 和惠山历史文化街区合并而成 分为文物古迹区 西会名胜区 历史文化街区 和山林保护区四个游览区 景区面积为3.5平方公里 其中核心区域为109公顷 西会公园 西会名胜区 是国家重点公园 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被誉为西会景区 惠山历史文化街区 则是无锡市级的历史文化街区 其中惠山老街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此外 惠山祠堂群也被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惠山古镇景区拥有200多处风景名胜景点 包括古街 古园 古寺 古全 古书院 古师社 古祠堂等多种传统文化资源 跨越了数千年的历史 景区内有23个世纪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和44处历史遗迹 其中包括无锡露天历史博物馆和无锡人民 精神家园等知名景点 一些著名的景点包括两主西山鲜明遗址 战国时期春深军银马处 南北朝时期的惠山寺庙园林 唐代天下第二拳 宋代金林桥 明代古园祭场园 渔公古 明代二拳书院和碧山银社 还有从唐代至民国时期的108个祠堂及园林 以及二拳应悦和阿炳墓园等 此外 还有中国杜鹃园 被评为最佳植物专类园 四季花开 芬芳宜人 第五位 三河古镇 三河古镇位于中国安徽省 总面积为2.9平方公里 它以其悠久的历史 秀丽的景色和繁华的商业 而闻名侠耳 被誉为装不完的三河和碗中商品走廊 古镇的老街铺满了青石板 经过千百年的人车往来魔力 变得光滑如镜 两侧的徽派建筑独具特色 展现了独特的建筑风格 古镇融合了悠久的历史文化 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民俗风情 形成了一幅迷人的名胜画卷 在三河古镇 游客可以感受到悠久的历史文化 古镇保存了许多古老的建筑和文化遗迹 如庙宇、宅院等 这些见证了古镇的兴衰和历史变迁 在古镇的街道上漫步 仿佛可以穿越时光 感受古代的氛围和历史的韵味 同时 三河古镇也享有美丽的自然景观 古镇周围环绕着山水 风景优美宜人 游客可以欣赏到山水的秀丽景色 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 第四位 南巡古镇 南巡古镇位于中国浙江省 以南士河、东士河、西士河和宝善河 形成的十字河为骨架 街道和民居沿河而建 构成了独特的十字型格局 整个古镇景区分为三个主要区域 第一区块是南巡旅游景点复集区 包括张石鸣故居、刘氏T号等景点 张石鸣故居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代民居 展示了传统建筑的魅力 刘氏T号则是一座古老的民居 展示了传统水箱的建筑特色 第二区块是中心景区 其中包括小莲庄、家业堂藏书楼等景点 小莲庄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庄园 拥有精美的园林和建筑群 是体验传统江南文化的好去处 家业堂藏书楼则是一座古老的图书馆 珍藏了丰富的文献和书籍 展示了南巡的文化底蕴 第三区块是东北区块 主要包括东大街、张静江故居和百间楼等景点 东大街是古镇的主要街道 沿街建有许多传统的商铺和民居 展示了古镇的商业繁荣和建筑风格 张静江故居是一座历史名人的故居 展示了古代文人的生活和艺术成就 百间楼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呈现了古代建筑的壮丽景观 第三位 乌镇 乌镇是位于中国浙江省嘉兴市 同乡市的一座古镇 被誉为江南四大古镇之一 它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也是中国首批被评为十大历史文化名镇 和十大魅力名镇的地方之一 同时也是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的代表 乌镇有着悠久的历史 拥有七千多年的文明史和一千三百年的建筑史 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水系划分而闻名 内河水系将整个古镇分为东 南 西 北四个区块 分别被称为东栅 南栅 西栅和北栅 乌镇以其传统的建筑风格 古老的文化底蕴和宜人的自然环境 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在这里 你可以欣赏到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如古民居 古桥 古街等 他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魅力和独特之处 古镇内的运河 石桥 街巷等景观 也增添了古朴的氛围和浓厚的历史感 乌镇还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每年都有各种文化活动和节庆举办 如乌镇戏剧节 乌镇古籍博览会等 吸引了众多文化爱好者和游客 同时 乌镇还拥有许多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馆 展示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成就 第二位 周庄古镇 周庄古镇是位于中国江苏省苏州市的 一座古老的水箱小镇 始建于北宋时期 是江南地区六大古镇之一 也享有中国第一水箱的美誉 周庄以其独特的人文景观 成为中国水箱文化和无地方文化的瑰宝 走进周庄古镇 你会感受到它别具一格的魅力 古镇的水巷纵横交错 博岸 拱桥 粉墙 带瓦等传统建筑保存完好 沿着景自行河道 可以看到14座鉴鱼园 名 清各代的古石桥 这些桥梁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周庄古镇至今仍有800多户居民居住在河边 保留着古老的居住方式 他们的民居大多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 在这里 你可以听到当地人使用的无浓软语 感受到阿婆茶香 鲁生矮奶的江南特色 也可以欣赏到昆曲的幽远音乐 整个古镇宛如一幅画卷 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让人陶醉其中 第一位 铜里古镇 铜里古镇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典型水箱风格的古镇 被誉为东方小威尼斯 这个古镇以其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而著名 拥有优美的自然风景和独特的水箱文化 铜里古镇四面环水 外围被湖泊环绕 内部河网纵横 每户人家都通舟 古镇被15条河流分割成7个小岛 与铜里 叶泽 南兴 庞山和九里五个湖泊相连 形成了如珍珠镶嵌在水中的美丽景观 古镇保存着众多的文物古迹 特别是明清两代建造的花园 寺庙 宅地和名人故居 仅明清建筑就有6.5万平方米 占据了总建筑面积的61% 这些建筑保存完好 展示了古镇历史的独特魅力 在铜里古镇 你可以欣赏到古老建筑的精美细节和优雅风格 漫步在古镇的街巷中 可以感受到悠久历史的氛围 欣赏到古老宅地的独特韵味 许多名人故居也可以在古镇中找到 这些故居见证了历史名人的生活和事迹 以上视频内容 这是中国十大古镇排行榜 乐乐根据多个因素进行了综合评估 包括历史文化 建筑特色 文化古迹 人文景观 交通条件所获荣誉的 同时 我们还考虑了旅游平台网站上的 口碑评价 门票销量 公众知名度和网络关注指数 这份榜单仅供参考 如果您对榜单有任何疑问或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非常乐意听取您的意见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